本土確診數連15天都維持在6萬例以上 但16號案例數卻比前一天少 醫師省佔南認為曲線真的被壓平了 但仍然會在5月28號達到高峰 確診數會降在10多萬 所以這個黑數的因素並沒有改變 原來以為是會到2、30萬 因為現在曲線比較壓平 所以到來高峰的時候大概是十幾萬例 疫情高峰還沒到 指揮中心卻急著宣布0加7新制上路 確診者同住親友打滿3劑疫苗 免居家隔離 只要7天自主防疫 高中以下學生占不適用 但以第三劑疫苗覆蓋率推估 全台目前有1466萬人符合資格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黎明指出 現在出門碰鬥的可能都是感染者 因為感染者不限於確診者的同住家人 也可能是原本就存在社區的個案 同一個家庭染疫的機率其實是相當高的 以目前來看60%以上是跑不掉的 不然10個人大概有6個人會被傳染 在這個時期放寬就怕確診數再暴增 林口長庚副院長求診學認為 0加70時候疫情一定會擴散 沒有電子微理管制同住家人 是否依照規定快篩陰性才出門 無從確認 更擔心一旦共病患者增加 他會卡在專責病房 導致感染母數增加 誰來考慮醫療端的負擔 如果說感染人數太多 那就會危機到老人的社區 現在專責病房比較恐怖的 就是說一來就來一整個卡車的 安養院都會造成專責病房 它不斷的往上瘋狂開除 但是空床位卻越來越少 增加憂心0加7上路 疫情恐怕會迅速升溫 提早與病毒共存 只會加速醫療體系崩潰 記者陳正茂 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嚥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